这是第三个啊 还不错的样子啊 看着 这个还画过了 画了一个阿咪啊 阿咪的话还行啊 这个房子的话就有点太生硬了 太大了 你们看到没有空间感啊 通过和客人的沟通呢 他决定让我再重新帮他设计一块 那我们先把它磨掉 通过观察呢 这个料层呢比较厚 然后飘花色的位置呢 还是挺有一景感的 所以我结合飘花色的位置呢 给他设计一点山水 然后空白的位置呢 做一个观音 结合就是山水观音 画出来呢 效果一景感都还挺不错的 那我们就直接开工 为了节约时间来雕刻过程 我就不一一展示了 我们直接看半成品的效果 你们看这工艺怎么样 这印尼感怎么样 花完光以后呢 你们有没有一种冲动 也想给自己来一款 想的话 来我直播间 上午就对了 我来自行看了 如果还有你的话